好 回到政治新闻 继续要为您报道 在民进党党主席苏贞昌宣布 自己兼任中国事务委员会的召集人之后 本来呼声很高 后来却落马的 主委任选谢长廷 已经婉拒加入这个委员会 而另外一位民进党中常委 游席坤今天也说 他也拒绝加入 因为他从头到尾 就是反对设立什么中国事务委员会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前主席蔡英文及游席坤 二十四号中午同时出席了 王丹等人创办的 华人民主书院募款餐会 三人几乎没有互动 当被问及是否加入 新成立的中国事务委员会 担任委员 游席坤直言 星期三他在中常会上 就明白反对设立 中国事务委员会 虽然事后苏贞昌亲自邀请他加入 但他已经拒绝 现在台湾经济衰退 民生困苦 重要的 实政党无能 同样获邀加入的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虽然没有明确表态 但强调岛内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大家应该坐下来谈 这个委员会 它是什么样的性质 什么样的性质 其实我也不太了解 那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 还是尊重党 那党需要什么配合 需要什么配合 我们就给你配合 而宣布自间中国事务委员会 召集人的苏贞昌 则必谈谢长廷婉拒加入的问题 只重申 成立中国事务会 是希望让民进党更灵活的 因应中共的政策出招 他会向前辈一一拜访请议 让各方一届进来 而预定七到九位的委员名单 下星期确定之后就会公布 记者综合报道